Hello 大家好 我是小鑫爱唱歌 有网友跟我说让我去教一下十年这一首歌 那么呢 十年这一首歌呢 大家都非常的耳熟能详 所以呢 我也以这首歌为切录点 告诉大家十年是怎么唱的 第一句是怎么进入的 我会用非常简单易懂的方法去教会大家 希望大家能够有所收获 Let's go 现在我们不学多啊 因为学太多了 大家会乱 我们刷几个重点 前面是第一句怎么进入的 我们先找到了第一句 找到了第一句呢 后面的歌词呢 其实大家呢 非常的好合 我们先听一下这一首歌的前奏前面部分啊 我们先听一下十年的前奏部分 跟第一句的一个玄节点 听完了之后呢 我再加入一些节奏型 教大家去分析前面该怎么样去进入第一句 我现在放一下音乐 大家听一下啊 听一下它节奏点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 好 这个我们就听到这一块 然后呢 我教大家去分析 大家呢 单独录了一下 呃 节奏型的课 其中呢 应该是教了大家三个节奏型 在十年这首歌里面 它就出现了两个这样的节奏型 呃 大家呢 可以去前面发一下 我的那个节奏型的课程 在这边呢 我也会跟大家简单的讲一下这两个节奏型 然后呢 怎么样放入到这个十年的前奏部分里面去 你们首先要去掌握这个节奏型 不去掌握这个节奏型的话 那么前奏部分呢 你们就会比较难以理解 所以你们去翻一下 那么现在呢 我呃 让大家呢 着重去论识这两个节奏型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里面出现了这几个节奏型 第一个是这个 这个呢 是属于四分节奏型 也就是一拍 那么这个怎么打 我打给大家看一下啊 这个怎么打的 如果不记得的朋友可以去看我的那个 专门路过这个训练的 训练这个一拍的节奏型啊 好 刚刚那个四分 四分节奏型怎么打的 大家看一下 关上打开是一拍 那个四分节奏型代表是一拍 待会我们要带路到十年里面去的 打 你们只要这样打一下就是一拍 好 接着我们看四个十六 就四个叉叉在一起的 我们再看一下那个怎么打的 好 接下去看一下啊 这个呢 就是四个叉叉啊 大家看一下 这四个叉叉是不是 呃 这个怎么打的 它为什么放到这个四分下面 这四个叉叉在一起 其实它也是一拍 那它怎么打的呢 呃 这个呢 也在前面的节奏型里 节奏型里面的那个视频里面有详细的解释啊 你们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这个怎么打啊 我打给大家看一下 它怎么打 也是一拍啊 也是一拍啊 也就是关上打开是一拍 那它怎么打的啊 你们看 大大大大 四个叉叉对不对 我们就念大大大大 这也是一拍 跟上面的那一个四分同样的都是一拍啊 那个四分是大 那下面的这个是大大大大 大家一定要记住 好 我们现在带路到十年里面去啊 第一句怎么进入啊 刚刚我已经教了大家 这个节奏是一拍 下面这个节奏也是一拍 好 那我们先呢 看上面这一行 把上面这一行带进去啊 就是前面的那个前奏部分 它到底有多少拍是空着的 然后唱的地方是 第一个是 如果那两个字后面我没有写 我写的全部是前面前奏部分 怎么进入第一句啊 我们先听一下前面前奏部分啊 前奏部分 好 我们来打一遍 我们先打 这一行跟这一行 这是简单的节奏 那么下面这个 这个呢 大大大大大大 这种四个十六的节奏呢 就是第二行啊 因为是属于和弦的节奏 我为什么把它写出来 我待会教大家 简单的去分析一下 它里面弹的和弦 那么上面这两行呢 是它的主节奏啊 就是比较简单一点 所以呢 我们现在呢 用手打一下啊 跟着它打一下 这前面的所有的空拍 都是那个十年里面 前奏部分的空拍啊 它一共空了这么多拍啊 然后这里呢 要稍微注意一下 这里有个唱字 就代表意思呢 就开始唱了 然后又开始唱 如果拿两个 这里待会我会 挑出来跟大家分析一下 现在我们主要听前面的 简单的节奏型啊 我们把它带进去 大家听一下 我放音乐 我声音会小一点啊 省得大家听不清 用手打啊 第一拍它比较快啊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唱 如果拿两个字 没有颤子没有颤抖 我不会发现我呢 好 我们先听前奏 前奏部分啊 好 刚刚我们完整的听了一下前面前奏部分 并且呢 把这个简单的主节奏呢 打了一点啊 然后呢 我们重点去了解一下这个节奏啊 这个节奏是我们新学的节奏 这个节奏呢 叫做 八十六 好 八十六怎么来的呢 我下一节课呢 会专门出一个视频 去教大家认识一下这个节奏型 那么这个节奏怎么打啊 怎么打 我现在用手打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节奏怎么打的 你们看一下 是这样打的 看着 大 大大 它是这样打的啊 来 大 大大 你们跟着我一起来 一辈子 大 大大 是这样打的 好 这个节奏会了之后呢 然后呢 你们看一下 什么叫做旋律啊 就是我现在没有把那个走了咪发写出来 因为写出来会乱 你们只要记住 它的那个旋律节奏型是怎么样子的 这个是主要的那个节奏型啊 就是比较明显的 这个呢 是旋律的节奏型 旋律的节奏型 它出现的更多的人是四个十六 这个是四个十六 什么是四个十六 看前面的那个节奏型的视频 大家就知道了啊 我就不给大家细讲了 那它就是怎么打法的 它是这样打的 是不是这样打的 好 那么待会我们把它 它为什么会说是这个呢 是不是出现了这样子的旋律 前面前奏部分 那它就是 它就是 它就是这个节奏 好 然后呢 这个是它的主旋 那个和弦节奏啊 和弦节奏 大家待会带大家去听一下啊 这里有一个大二 这个是代表两拍 也就是二分节奏型 什么是二分节奏型 其实前面我们节奏型里面也已经讲过了 大家可以去听一下课好不好 这个是四个十六 四个十六 四个十六 二分 四个十六 二分 二分 好 这个是八十六啊 今天着重是这个八十六 好 呃 我们到这一块的时候呢 不把它打成 不把它打成 大 大 我们把它说成 唱 如果 唱 如果 大 大 把它变成 唱 如果 这样马上呢 你们就能接上第一句 好 我们来试一下 我们现在听一下那个音乐 然后 听一下音乐 把这个下面的这个和弦的节奏呢 带进去打一下啊 听一下 这就是我今天录的一个十年前奏部分 怎么进入第一句歌词的一个视频 如果对于打节奏型你们不是很懂或者是有点稀里糊涂的话 你们可以去看一下我的那个专门教那个节奏型的视频 一定对你们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帮助 会突然的开悟原来节奏型是这样打的 那么节奏型的课程呢 我后面也会教大家一些更加复杂的节奏型 我前面几期呢教的都是比较简单的 所以你们可以去看一下我那个节奏型的视频啊 只要你们了解了什么是节奏型 然后呢再把节奏型放到歌曲里面呢 有助于你们去听节奏呢会有很大的一个帮助 那么我们这一期的视频就这样 就这样啦 记得点赞关注评论呢 我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